大家好,歡迎來到莊子門徒 先前我們在天道篇的時候講到孔子西藏書於周氏 孔子想讓自己編秀書籍存放到周王室,西藏書是周王室在魯閣西邊 傳到周王室的藏書式,讓可以得到比較好的保存 那時候有講到是孔子弟子子祿就建議他的老師孔子說 可以找先前曾經擔任周王室征長時的 他目前免歸居就是現在退休在家的老子,請他幫忙 所以於是孔子就去找老子幫忙,就講到 往見老丹,何而老丹不許,於是翻六金已稅 就是孔子就去拜訪老子,然後請他幫忙 可是老子就不肯幫忙啊,那沒辦法 孔子就反覆的引用六件內容,想要來說服老子 就是讓他瞭解說,我的想要存放的書籍裡面到底在講什麼 希望老子會滿意嘛,那就可以幫忙 他把他放到周王室的藏書室 翻六金已稅,反覆引用六金內容 這是天道篇 那之後,同樣是在天運篇,在這後面會講到 孔子為老丹,冤,秋,至,詩,書,里,月,亦,春秋六金 剛才的天道篇是講六金嘛,那這邊到天運篇他就講明了 孔子跟老子說,秋就是孔子自己嘛 他就說我研究啦,詩,書,里,月,亦,春秋六金 六金到底是拿六部經典來講出來嘛 那當初在《雙子門徒》系列開篇的時候 我們是從天下篇講起嘛 天下篇有講到這六金到底內容大概是什麼 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月,以道何,亦,以道陰陽,春秋,以道明分 我們叫詩就是詩歌嘛 那時候,風雅宋啊,蘇國風 這些詩歌,吟唱,可以用來表達心意啊 書的話,就是指的是上書,上就是上古嘛 就是指周朝以前的從於下到商,然後包含周朝 就是這幾個朝代軍王宣誓布告的講話紀錄 就是書嘛,祭祖,主要是祭祖正式 禮,以道行的話,就是這邊講的是禮祭 主要是先行時代的禮祖嘛,規範行為 當然是從周公治理作業的禮開始嘛 然後他把它整理出來,然後到 莊子的時候,主要是禮祭 就是規範一些行為,有很多禮規範啊 然後樂的話,就是 主要是講,就講樂經嘛,就是 調來調和性情,應該是一些 一些音樂,一些曲譜,樂曲 譯經的話,譯的話就是周譯 那有六四卦嘛,六四卦是由八卦組成 那八卦就是從陽謠陰謠組成八卦嘛 再合成六四卦,就是 可以看出一些陰陽的變化 就是陰謠,陽謠怎麼變化,會產生哪些 不一樣的狀況,就是六四卦,周譯 春秋已到明分的話,春秋的話就是 結了始始嘛,剛才書是正式 春秋是始始,就是 主要那時候主要是孔子 編修的魯國的春秋嘛,那 祭述,從盧隱公元年 到魯哀公十四年,這 兩百四十二年間 魯國和其他諸葛國之間的大事嘛 就是講這六經 那為什麼要講這六經呢,因為 我們知道,從 周公治禮祝會開始的時候,那時候 是有六經,就是沒有 就是那時候是有 月經嘛,就是禮跟月都存在嘛 那孔子的時候整禮的孔子是 春秋晚期嘛,那周公是 周,就是西周 開始的時候嘛,那到孔子那時候是 春秋,就是東周的前半段是春秋嘛 後面是戰國嘛,平王東前之後變成東周 那至少就是,孔子的時候 六經是肯定是存在的,有六經嘛 因為孔子就是去成立這些景點嘛 那到了 庄子的時代,就是戰國末期的時候 月經有可能還存在著 對,但是到了 我們知道到了漢朝的時候 月經已經 失傳了,所以那時候只剩下五經 沒有六經了 那為什麼呢? 因為月經失傳的有一些原因啊 假設到庄子的時候 如果那時候 六經還存在 就是月經還還在的時候 那到漢朝失傳 那主要原因可能就是 接下來就是秦始皇 那時候 會有一個 焚書令嘛 那焚書令的話 影響的話就是 呃 他有規定嘛 就是除了秦國的史書 以及 醫藥占卜農做這些書籍以外 通通都要焚毀嘛 那因為他主要就是想要統一思想嘛 其實主要那時候統一六國嘛 那時候想要統一大家思想 也要避免大家一無不非心 啊至於 詩書還有諸子百家 這些書籍的話 只有博士官職才可以保留嘛 那民間都要交出來分會 所以 有大部分可能很多書籍 就 都被燒掉 那為什麼 就是說 大家同樣都會 可能 招惑 戰火啊 還有分書令啊 因為 就是 春秋戰國很多戰亂嘛 那其實主要統一中國之後 之後 到漢朝之前 又有一個楚漢爭霸 那這些經典 大家都經過這些事情 那為什麼 獨獨月經會失傳呢 主要有個人就說 當然當然 我們知道說 有沒有適當保存是個原因嘛 那 我們知道 有些 書籍的話 比如說可能會被人家先 偷集到藏起來 比如說 到漢朝景帝的時候 在孔子故宅有發現 就是說 在牆壁裡面發現 有 尚書 禮記 如影響 孝經這些 就是古文經嘛 那 當然是孔子後代 擔心 就是被清爽 燒掉的時候 把它藏起來 那之後 很像沒有藏月經嘛 那就不會有 那 可是其他的書籍 那為什麼還可以 就是到 漢朝時候 以後 甚至到現在 都一直可以留存下來 當然是說 經過 戰亂 經過 清爽 的那個 焚書令 那 因為很大部分的書籍 比如說 詩 書 禮 藝純修這些的話 基本上 都是文字 記錄下來的 記錄下來的 所以 然後 當時的人就是說 也不是每個人 大家都有書嘛 所以 讀書的話 都是用背誦的 所以大家都會把它背起來 那 所以 等到就是 本書令啊 或者是 戰亂之後 到和平時代 大家 可以再把它背誦出來 就是 就是 把經典回復回來 就是復原嘛 對不對 就是大家把它背一下 然後 討論一下大家背的有沒有錯啊 這樣子 就可以把 原本的經典再重新 重 回復回來 但是 呃 月經不一樣嘛 基本上它 第一個 它是 月譜的形式 那月譜的話 就是 就是 當然我們 不知道它的樂譜是怎樣 不過我們可以 參考 就是 目前就是 古典樂嘛 因為 因為當以前的樂的話 基本上也是 王室宮廷的樂 音樂 然後就是 那些 主要一些 大的儀式啊 典禮可能就會演奏 那我們可以參考 目前 就是古典樂 比如說 莫札特啊 或者是 貝多芬這些交響樂嘛 那我們知道這些交響樂的話 就是 要有樂團演出 那它會包含 許多不同的樂器啊 比如說 弦樂啊 管樂 打擊樂 那中國古時候 大概也是這些樂器 當然 也是許多弦樂 管樂打擊樂 只是說那樂器 可能跟現在是不一樣的 那 樂團的組成的話 可能從幾十個到上百 那中國搞不好更多啊 因為王宮裡面它的音樂 就組成的樂團人數可能更多 那 那這麼多的話 當然 應該類似現在也是會有個 樂曲也是會有個總譜 然後把各種樂器 還有人聲 就是 就把它 就是該怎麼樣 去演奏 把它記錄下來嘛 那這部分就 比較 不容易 就是因為它不是單純文字嘛 因為不曉得 不確定說以前 我們類似現在簡譜嘛 這樣把它背起來 然後有人用什麼樂器 然後這是一個 然後另外的話 詩 書 禮 春秋這些東西的話 基本上 你背誦啊 或者是去讀的話 就是 你一個人就可以 就是單個人 單人可以完成的事情嘛 但是樂就不一樣啦 音樂你要演奏 那 那麼大 就不是 個人可以完成的嘛 你一定要有一個 就是 比較多的人 差辦法 就是那麼多樂器 然後演奏嘛 而且 當然當然也是 可能 沒有受 就是 會失傳的一個原因嘛 那當然 到了漢朝之後 當然 以後各朝各代 也會有自己的音樂啊 他們也是有他們自己的宮廷樂 當然就 可是這個 之前 就是孔子 就是 整理的樂經 可能就是 會有什麼差異嘛 因為畢竟他們的第一個 他們 樂器 他們音樂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 你也很難去考 就是說 當初裡面 樂經裡面 描述哪些內容 因為他應該基本上 就是一些 一些曲譜嘛 一些曲 然後會規定說 哪個什麼曲子 它代表哪些含義 那什麼 情況下 會拿出來演奏 好 這個是 因為講的樂呢 為什麼要特別講五經六經呢 因為今天 要談到的這一篇呢 就是會 一篇 就是一些樂曲 那這個樂曲 有可能 如果樂經沒有失傳的話 也許可能會記錄在裡面 來 今天我們的天韻篇 北門城 問於皇帝 曰 帝章 弦池之樂 於洞庭之也 有沒有 開始就講說 就是 北門城問皇帝說 因為他就是 聽皇帝 就是演奏嘛 就是 他說您在 廣莫隆遠遠上演奏 或是指揮吧 整個樂團的話 人數很多 那就應該是指揮 不是他自己單獨 不是獨奏 弦池這個樂曲 對啊 他就是聽完樂曲之後 然後才問皇帝的問題 所以是 背景應該是 皇帝就是先 指揮演奏 這個弦池樂曲 那北門城在旁邊 就是 聆聽嘛 那聽完之後 他就 問皇帝說 誒 吾 始文之聚 父 文之代 足 文之而禍 當當默默乃不自得 有沒有 他說 聽完之後他就 有一些 疑惑啊 所以他來問皇帝 他說 北門城問說 為什麼我 開始聽的時候 會覺得 聽著 會覺得恐懼 其實聽著 聽著 又覺得鬆懈 然後最後聽完 覺得迷惑 為什麼 之後有些轉變呢 對啊 一開始恐懼 到鬆懈 變成迷惑 心神恍乎 無話可說 蕩蕩蕩蕩 不再是平常的自己的不自得 對吧 而且 開頭 這篇 語言的開頭 就是北門城 跟皇帝的提問 然後接下來的話 都是皇帝說的話 地冤 乳 代其難哉 皇帝說 你這種反應 就是一開始恐懼 後來鬆懈 最後迷惑 反應差不多 應該聽我 因為有這個反應 是正常的 吾 咒之以人 真之以天 尋之以禮 見之以太清 皇帝說 我啊 是依照啊 這個音律 來演奏 所謂音律就是 古代就是 工商 絕之語嘛 對吧 音律然後 利用一些樂器啊 這才演奏 有六律啊 有皇宗啊 太處 孤弦 蕊賓 蕊賓 遺者跟無益 就是五音六律 這樣子 就是音律 來演奏 然後順著自然的節奏 有沒有 然後配合禮義來進行 展現出最親民的原始境界 有沒有 行之以禮義 見之以太清 至時疊起萬物尋生 一勝一摔 文武輪金 一清一濁 陰陽調和 流光其身 直衝使作 無 今之以雷霆 怎樣呢 就是 這是我 就是第一個樂章嘛 然後樂聲啊 就像四季輪轉變化 又像萬物依序而生 音階 有高有低 音量 有小有大 有輕聲 有濁聲 如同陰陽惡氣相互調和 樂聲流動 傳達四方 就像是 東冥的蟲子剛剛書寫 我用雷霆之聲 來驚動他們 有沒有 直衝使作 無精之以雷霆 阿明結束喔 其足無尾 其始無首 一死一生 一份一起 所長無窮 而依不可待 如故聚也 怎樣呢 就是我現在的樂聲啊 渾然天成 結束時沒有明顯的終點 無尾 開始的時候沒有明確的起點 無首 有時消失 有時出現 有時低沉 有時高亢 變化無窮 完全無法預期 所以你會覺得恐懼 為什麼恐懼 因為你 就是 會認真 一開始認真聽嘛 聽著聽著 然後會擔心 跟不上節奏 做不到一點點 所以恐懼啊 因為不知道下一個 一定會跑到哪裡去啊 這是第一樂章 讓你覺得恐懼 接下來是第二樂章 吾佑 咒之以 陰陽之和 逐之以 日月之明 其身 能短能長 能柔能剛 變化其 不足固長 在鼓滿鼓 在坑滿坑 途系守神 以物為良 其身揮錯 其敏高敏 怎樣呢 接著 我的第二樂章是怎樣呢 我們陰陽來調和 依照日月 照耀萬物的規律來演奏 月聲 可短可長 可柔可剛 變化 有一定規律 卻又能不拘一格 月聲啊 傳道山谷 就充滿山谷 傳道深坑 就充滿深坑 堵住內心的空隙 守住精神 與萬物為全相順 月聲悠揚 節奏明朗 其身揮錯 其名高明 是故 鬼神守其憂 日月星辰 行其祭 無物 子居於有窮 流子於無子 怎樣呢 因此啊 鬼神啊 安安處在憂民之中 日月星辰 各依鬼道運行 雖然啊 我的演奏停止在有限的空間中 但月聲卻能流動於無窮的天地之間啊 子欲 律之而不能知也 妄之而不能見也 逐之而不能及也 你啊 想要弄清楚卻始終無法理解啊 就是想要了解我這一旋律啊 想要觀察卻無法看見啊 看不見 想要追卻追不上啊 不能知 不能及 不能見 不能及 結果怎樣呢 倘然立於四虛之道 以欲搞無而淫 就是這樣 茫茫然 站在四方空虛的大道上 倚靠著乾枯的梧桐樹 第一聲吟唱 知 困乎 所欲律 目 窮乎 所欲見 利 屈乎 所欲足 這邊就是解釋說 為什麼會 律之不能知 妄之不能見 足之不能及呢 因為呢 你想要了解 可是 腦力已經耗盡 知之困乎所欲律 想要看 可是目框已經窮盡了 目窮所欲見 想要追逐 力氣衰竭啦 沒力氣啦 覺得自己已經追不上啦 不急矣啊 結果呢 行衝空虛 乃至 威夷 乳威夷 故待 哦 你的行體啊 又顯得空洞虛無啊 到了隨孫歪物的地步 沒有啊 隨孫歪物 所以會感覺鬆懈 為什麼 因為聽到這個樂章的時候 第二樂章 啊 就完全跟不上變化了 其實啊 就整個放鬆下來 順其自然 不勉強去理解啊 所以就鬆懈 這是第二樂章 會覺得帶 接下來第三樂章 然後我繼續啊 然後我繼續啊 像草木一樣 聚 群蟲聚並生 有沒有 混足重生 結果呢 這個樂章就好像是風吹樹林啊 自然成樂 又不見中期啊 靈樂無形啊 樂章傳播綿延不絕 不悔不易 憂生昏暗 無聲可聞啊 動於無方 或 未知死 或 未知生 或 未知死 或 未知榮 行流散喜 不阻藏生 生亞 流動時 不固定在一個地方 動於無方 聲音停止在悠遠的地方 或以為是死亡 或以為是誕生 或以為是結果 或以為是開花 或 未知死 未知榮 結果開花 聲音四處流傳 沒有固定的音調 行流散喜 不阻藏生 有沒有 從這邊是怎樣 從一開始 第一樂章 行之以禮藝 從禮藝開始 禮藝就是 人間的規範 人間的水是人間的音樂 然後第二樂章 就是 就是以陰陽之和 又陰陽二氣 然後第三樂章 有沒有 開始講到生死 開花結果的循環 自然規律 接著 事已知 基於聖人 聖爺者 達於情 而歲於命也 聖人就感到疑惑 就向聖人詢問啊 所謂聖人啊 就指的是那些 能夠 明白真實的情況 達於情 然後 隨應自然遭遇人 啊 歲於命 天機不張 而五官皆備 此之謂天樂 無言而心樂 什麼呢 所以啊 現在的樂曲啊 第三樂章 你不用動用心神啊 只需要透過五官 就能夠完全領會 這就叫做 合於自然的音樂 天樂啊 雖然無法用言語描述 但心中會充滿喜樂 有沒有 從開始 禮義是人間的旋律 嘛 算人樂嘛 然後到陰陽二氣的調和 然後最後第三樂章 天樂有沒有 自然的規律啊 故 故 有厭世 為之送冤 聽之 不聞其聲 視之 不見其行 充滿天地 包裹六極 如 欲聽之 而無皆焉 耳 故或也 這邊耳就是耳 就是你的意思 耳故或也 他說 神龍士聽 就承送他說 用耳朵 聽不到他的聲音 用眼睛 看不到他的形象 他 充滿天地之間 包含整個宇宙 充滿天地 包裹六極 你想聽 卻無法用耳朵聽到 所以你會感到迷惑啊 這是第三樂章 接下來 他下總結 越野者 使一句 聚故遂 吾又賜之以 待 待故頓 足之以禍 禍 禍故於 這 於 故道 道何在 而與之聚也 說什麼呢 他說這個音樂啊 這樂章 我們選之後 閒詞樂章啊 開始第一樂章 使人感到恐懼 恐懼好像會有祸患 這是第一樂章 接著第二樂章啊 就是 會讓人鬆懈 讓人鬆懈的 好像精神 精神 要離開心體 最後第三樂章 使人迷惑啊 令人迷惑 好像智慧要離開心神 情緒漸進啊 於故道 就是無知啊 就接近自然道 這樣才能夠 與道並存啊 是想到 他整個樂章 就是選此樂曲 上個樂章 會有哪些變化 就是從聚 到待 到禍 好 來讓我們 再欣賞一下 賢齒樂章 有什麼效果 北門城 天一摔文武輪金 一清一濁 陰陽調和 流光其身 指從始作 無 今之以雷霆 其足無尾 其始無首 一死一生 一份一起 所長無窮 而依不可待 乳 故聚也 無窮 無窦之以陰陽之河 逐之以日月之鳴 其身 能短能長 能柔能鋼 變化其一 不足故長 在鼓滿鼓 在坑滿坑 塗戏守神 以物為良 其身揮錯 其名高明 事故 鬼神 守其憂 日月星辰 行其祭 無窮 只至於有窮 留至於無止 只欲 律之而不能知也 望之而不能見也 逐之而不能及也 躺然律於四須之道 以於搞五而淫 知困乎所欲律 目窮乎所欲見 利屈乎所欲足 無無際不及以夫 行衝空虛乃至微疑 乳微疑 故待 吾佑 咒之於無代之身 調之於自然之命 故若混足重生 淋月而無形 不灰而不易 憂昏而無生 動於無方 居於陽明 或未知死 或未知生 或未知時 或未知榮 行流散喜 不足長生 遂之 基於聖人 聖也者 達於其 而遂於命也 天機不張 而無官皆備 此之謂天月 無言而心悅 故有厭世 為之送冤 聽之 不聞其聲 視之 不見其行 充滿天地 八果六極 如 欲聽之 而無皆焉 而故禍也 諭也者 始於聚 聚故遂 吾又 赤之以待 待故頓 足之於禍 或 或故於 與與故道 待可在 而與之聚也 北門城 問皇帝說 我剛聽您在廣莫雲野上演奏指揮的弦詞樂曲 我 開始聽著覺得恐懼 聽著聽著覺得又覺得鬆懈 最後聽完整個人覺得很迷惑 心神恍惚無話可說 不再是平常的自己了 皇帝說 你會有這樣的反應 那就差不多了 我 是依照你的音律 來演奏 順著自然的節奏 配合理藝來進行 展現出最親民的原始境界 這時的樂聲就像四季輪流變化 又像萬物依序而生 音階有高有低 音量有小有大 有輕聲有濁聲 如同陰陽惡氣相互調和 樂聲流動傳達四方 那就像是 都沒從此剛剛書寫 我用雷霆之聲來驚動他們 這種樂聲 湖南天成 結束時沒有明顯的終點 開始時沒有明確起點 有時消逝 有時出現 有時低沉 有時高亢 變化無窮 完全無法預期 所以 你會感覺到恐懼 接著啊 我用陰陽來調和 依照日月造藥萬物的規律來演奏 樂聲可短可長 可柔可剛 變化有一定的規律 卻又能不局一格 樂聲傳道三谷 就充滿三谷 傳道深坑 就充滿深坑 樂聲能堵住內心的空氣 守住精神 與外物完全相順 樂聲悠揚 節奏明朗 因此啊 鬼聲能夠安處在 幽冥之中 日月星辰各依 軌道運行 我演奏雖然停止在 有限的空間中 但所發出的樂聲啊 卻能流動在無窮的天地之間啊 你想要弄清楚 卻始終無法理解 想要觀察卻又看不見 想要追又追不上 只好茫茫然站在四番空穴的大路上 依靠著甘固的梧桐樹低聲音唱 想要了解 但腦力已經耗盡 想要看 目光已經窮盡 想要追逐 很力氣衰竭 覺得自己已經追不上了 形體顯得空洞虛無 到了隨順外物的地步啊 你隨順外物 所以會感覺到鬆懈 最後 我再用勤勉不懈怠的樂聲來演奏 並合乎自然的律 歸韻律來調和 所以啊 這時的樂聲 會像鳥獸一樣 互相追逐 又像草木一樣 蟲聚並生 好像風吹樹林啊 自然成月 不見蹤跡 樂聲傳播 綿緣不絕 幽聲昏暗 但無聲可聞啊 聲音流動時 不固定在一個地方 聲音停止在幽遠的地方 或以為是死亡 或以為是誕生 或以為是結果 或是開花 聲音啊 四處流傳 沒有固定的音調 世人會感到疑惑啊 就向聖人詢問 那所謂聖人 是指那些能夠明白 真實情況 隨應自然遭遇的人啊 這十二的音樂啊 你不需要動用心神 只需要透過五關 就能夠完全淋樂 這就叫做 和與自然的音樂 甜樂 雖然無法用言語描述 但心中充滿喜悅 所以啊 神龍士稱聖他說啊 用耳朵聽不到他的聲音 用眼睛看不到他的形象 他充滿天地之間 包含整個宇宙 你想聽 卻無法用耳朵聽到 所以 這時候你會感到迷惑 總結一下 這個閒詞樂句啊 開始的時候 使人恐懼 恐懼的時候 有或患 到了第二樂章啊 會使人鬆懈 令人鬆懈的 好像精神 要離開形體 第三樂章 會讓你迷惑的越深 令人迷惑的 好像智慧 要離開心神啊 無知 就接近自然的道 這樣 才能夠與道並存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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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